大家好,我是来自依法帮楼体自动化技术真心的李罗军 今天我为大家分享的是KX的智能家居和楼宇 智能化的一个展示系统 以及ST能够提供怎样的KX技术方案 来助力大家迅速地开发KX的产品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整个KX系统的展示 这个绿色的线是一个KX的通讯整线 它将系统中的KXTP设备连接在一起 主要是应于通讯以及提供一个受限的电量 给KX设备使用 橫色的是一个电源线 就是供电给一些应电量比较大的KX设备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KX 一个TP转IP的网关 通过它的话可以将这个KXTP系统 扩展到一个IP系统里面 然后实现一个与以太晚的集成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KX的一个电源 它应于给整个KXTP系统中的设备供电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个是一个KX的电表 它应于测量这个整个KXTP系统中的各个设备的一个耗电量 那接下来看到的是一个on-off的执行器 在这里它主要用来控制一个模拟的充电桩的开关 那接下来我们看得到的是一个四通道的这个KX off执行器 它应于控制一个坑条的滑门以及不同的那个风扇 那在旁边我们看到的是一个KX的一个地名的一个调节器 它用来调整这个灯光的亮度 那最旁边我们看到的是一个KX RGB的一个颜色控制器 它可以实现这灯光颜色的一个控制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一个KXTP转RF的一个网关 它通过它的话可以实现KXTP和KX无线的集成 那我们看到这是一代KX的收发器 正是通过这个KXTP转RF的一个这样的网关 实现了它与整个KXTP系统的集成 当然同时这两个KX无线设备也是本身 自己也是可以直接的做一个通讯的 那接下来我们看得到这是一个KX的一个触目屏 它通过ETS的配置化 基本上可以实现在整个KX系统 整个设备的一个状态的监控和操作 那这个是一个KX的安接面 通过ETS的配置的话 它也可以实现对不同设备的一个控制 那这个是一个KX的一个温控器 它用来主要控制房间的温度 那这两个是一个人体存在的传感器 是一个PR一个TMOS 特别是这个TMOS传感器 它可以实现对一个人体的静态检测 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TOF传感器 它主要用来测量这个物体靠近时候的距离 以及通过距离的远见来实现的这个 定的这个灯光的亮度控制 那最旁边我们看到的是一个KX的电动窗帘 它可以接受来自整系上的这个命令 然后实现这窗帘的开关 那最后我们看中间的这个大的屏 其实我们理解为它相当于是整个KX系统的一个增控 它实现了这整个KX系统的设备一个状态的显示 可是也可以控制这旁边是一个树莓派 一个路由器 一个root 它里面主要是运行的一个Home Assistant 这样的一个平台 通过它的话可以将整个增坑系统 与整个KX系统做一个完整的集成 那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下实际的操作演示 首先我们看到刚才提到的这个增坑品上 目前已经显示了所有的这个KX社会的状态 比方说这边是这个三个那个人体存在传感器 对 这个减制就是距离 对 下面是这个KX的这个电表的那个一些信息 那这边是KX窗帘 以及那个两个沉淀桩的一个控制图标和状态 那首先我们进行一下这个窗帘的这个操作演示 对 像是窗帘的打开 或者转停 或者对 开回去 对 那接下来我们进行比如说这个生电桩的一个模拟的开光 对 两个通路的开光 对 OK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KX无线设备的一个操作 这个是KX的一个发射器 我们用它来控制可以控制这个坑条的一个滑门的一个开 或者那个关掉 或者应该可以 同时它也可以控制这个分散的 这样我们可以控制不同的这个分散的速度 在这个KX发射设备与这个TP上面设备通讯的同时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这个接收设备 也会将这个发射设备发射的信息 通过这个LED灯的显示给显示出来 大家看到这两个板上的这个灯的状态是一致的 那接下来我们操作一下这个按键面板 我们选择一个 比如说这个灯的颜色 颜色的调整 比如说我们目前是能够 我们把它调到一个绿色的 橫色的 橫色的或者 对 橫色的或者蓝色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出来灯上面显示的话 这边这个屏上也会对应的 显示一个灯的那个颜色出来 对 OK 那或者这个同样的在这个面板上 我们也可以对这个戳联 进行非常简单的一个操作和演示 对 这是一个关闭或者开启 OK 那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刚才提到这个是一个按键面板 通过ETS的配置 目前它也可以完成这个 同样可以操作那个戳联 或者那个开关 或者操作这个on-off的灯光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个 温控器随外 同样的它可以进行一些 类似的操作 比方说调整那个分数啊 或者通过调整这个温度的话 可以调整这个阀门的那个状态 那同样这边是这个伸手的 当我们靠近的时候 整个状态的信息就在这个上面显示出来了 这边是这个TOF的传感器 当我们靠近它的时候 这个灯接会打开 然后根据距离的远近 它这个灯接会开关或者 开关对 OK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ST可以提供怎样的技术方案来支持大家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ST 可以提到ST KX加上STM32 MCU组合的这个KX的有线方案 同时我们也可以提供 SR跟LOP加上Blue Energy的一个双无线的KX方案 或者是说一个SR LOP加上STM32的一个KX标准的无线芯片方案 同时我们的合作伙伴基于ST芯片方案的这个KX显示上 另一方面我们ST也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参考设计提供给大家 比如说STKX的模块 或者STKX的评估板 以及KX无线的一个评估板 和这个KXPR或者TML是深色的吧 同时也会有电音的这个STK和这个ETS数据库文件 相应的提供给大家 以帮助大家快速的开发各种各样的KX产品 OK 那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